大家早安 我是贤君 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很憧憬 电视中小说中那些武功高强的人 还会想着如果我也能像那些人一样 哇 那一定是帅都不行 我小时候也是觉得如果学会那种 可以到处飞来飞去的轻功一定很爽 而当我真的开始练轻功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很简单耶 摔断一条腿以后真的很简单就放弃了耶 好啦好啦 我今天要带大家回顾拉笔小新电影版是 功夫小子的拉面大乱斗 它是拉笔小新第26部的电影版 那么在我回顾剧情前 稍微进入一下工商时间 今天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 大家有没有过曾经得知某些美剧或动漫 有上载或是之后要上到Netflix上 但你之后又发现 台湾的Netflix根本没有上这部作品 对 像去年的拉笔小新就只有日本才有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下Surfshark VPN 只要有了Surfshark 几秒钟就可以连到其他国家的伺服器 虽然你可能改不了国籍 但至少你的电脑可以暂时变成歪国人 它有3000多个伺服器 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可以连到 而它除了可以看国外的Netflix YouTube Disney家之外 还可以保护你网路上的隐私 可以利用Surfshark加密你的资料 不会被追踪网路上的行径 连线到不同国家的VPN伺服器 也能解决一定机票和租车时的区域定价差异 而Surfshark没有限制使用的装置数量 所以只要一个订阅账号 就不只是你VPN你全家都VPN 现在只要于影片下方的网址订购Surfshark VPN 输入优惠码就可以享有17折优惠 平均一个月只要2.21美金 还可以获得3个月额外的使用期限 在6月1号到7月4号订购 还可享有Surfshark免费防毒功能 如果再加上好几个朋友分摊这个账号 可能一个月连一顿泡面的钱都不用就可以用Surfshark了 不过虽然Surfshark没有提供免费试用 但他们提供了30天的退费保证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非常好的入手时间 不只有相当优惠的折扣还会多送你几个月的使用期限 在这30天内用得开心的话 你现在购买就是在最划算的时机买到Surfshark VPN 还不赶快把握机会点击下方的连结 趁现在把Surfshark的账号拿到手 OK 那我就开始回顾剧情吧 电影一开始小兴他们正在幼稚人练习跳舞 练到一半他们看到正男被其他班的人缠上 正当大家觉得正男完蛋的时候 他居然一点都不怕 还摆出了看起来非常厉害的架势 吓跑了想欺负他的人 放学之后大家就跟踪这么奇怪的正男 结果看到他走进了埃亚城 这里是春日部的中华街 不过他们跟着正男走到了这里相对破烂的地方 最后看到他在锻炼功夫 而他说他正在练的功夫叫做软Q软Q拳 他的师父则是一个老先生 他争了一笼的包子要给大家吃 但是就在看到小兴把包子接住的身手后 他表示小兴是练正门功夫的西式奇才 希望小兴留下来练功 本来小兴不感兴趣 不过在看到这里的头号弟子小兰后 哎呀 突然就非常的有兴趣啦 后来突然来了一个地皮商 他带了两个打手 想要逼师父签下不合理条约 还好师父的武功高强 轻松就打赢了这两个香肠大师 而看到师父帅气的模样后 大家也决定来练功夫 而这套功夫有九招要练 分别是比人强的莫名其卵 难理解的护身美学 及卑鄙弹的弹簧猫爪 勤指教的双脚腿凳 总会有的毛虫出巡 随手来的柔个软棉 就要用的吸盘指纹 意料中的灵活子弹 现在起的斗智屁师 传说中练完这九招 再去到软Q之地 就可以学会软Q软Q增长 而正男还在学第一招 但是马上就被大家给超越了 某天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有人打破了墙壁 闯了进来 这个人是黑熊猫拉面的总店长 黑熊猫拉面是最近在附近开的拉面店 因为人气很高 开了很多家分店 但是只要吃了他们拉面的人 个性就会变得很暴躁 而且根据小兰的研究 其他动物或灵的这拉面的植物 也全都会变得凶暴 而这店长现在和他们 以这家包子店为赌注决斗 师傅一听 马上先发智耳 往他们身上撒了大量的辣椒粉 然后他就带着大家逃跑了 没错 不愧是惊艳老道的师傅 一眼就看出他们打不赢 但是黑熊猫手下挡在前方 店长马上就追上了他们 逼得师傅只好和他战斗 店长的实力相当了得 师傅只能够维持着不被他打中 但年老师傅最终因为闪到腰 败在了店长手上 店长还给他点血 让他今后只能够说出 内裤看光光这句话而已 接着小兰冲上去想报仇 却被店长给秒杀了 于是师傅的包子店之后就要被拆掉了 可是小兰还是想知道 练成软Q软Q增长 打倒黑熊猫拉面店 于是大家也决定和他一起变强 和他一起锻炼 而某一天 小葵也突然变得凶暴 原来是因为美娅带着他去吃黑熊猫拉面 结果小葵打翻了拉面 自己吃了一口 剩下的份则被桌子对面的人吃掉了 才导致美娅没事 但小葵产生异变的状况 之后他们带去给小兰看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把小葵变回来 于是小兴他们就决定去制作黑熊猫拉面的工厂 想着或许能知道拉面里面的秘密 在他们偷偷潜入后 看到了原来拉面的面 是店长点了面的一吃就上瘾穴 所制造出来的 看完了还用手机拍下证据后 大家本来想要毛虫出巡 巧巧离开 没想到爬到一半 封肩的裤子掉了下来 敌人就发现了封肩的惨叫声 正男也因此被敌方的香肠抓住 而且店长还要他们把拍下证据的手机交出来 他们就说好他们同时丢出手机和正男 不过在他们丢出去的时候 小兰居然突然跳出来接住了他们 接着他变成灵活子弹带着大家跳到高处 双手抓住了风扇让大家逃跑 逃跑的过程中虽然有人来阻扰 但是大家凭着现在学到的功夫 把这些手下都打倒了 最后大家逃回野员家里 小兰觉得还是只能够靠软Q软Q增长 所以他要挑战第九招 现在起的斗智屁师 并且正式的学会了 可是大家看来那就是小兴平常在做的动作 所以他们两个也都可以去学软Q软Q增长了 但是看到小兴这么天才 自己却还是一招都没学会的正男 哭着表示他不想帮忙 反正他这种人什么都做不到 说完他就哭着跑掉了 在这之后变得凶暴的邻居们 跑来他们家里拿着拉面枪攻击他们 虽然基本上那就是一把让人觉得好烫的一把枪 但大家还是逃出了房子 而路上也有一堆凶暴的人追着他们跑 师傅就留下来帮他们断后 广志他们就抛弃了他 打赏了飞机 前往位在中国的软Q之地 他们依照地图显示的位置 到了一个看起来鸟不生蛋的地方 那边有个明显到 也太明显了吧 的地下通道 下面有一扇大门 按下了旁边的对讲机 不是传说中的地方吗 对讲机也太现代了吧 传说也是与时俱进的吗 总之里面的人用监视器看到小兴他们斗智屁师 就放他们进去里面 结果里面躺着一个精灵 他问了小兴和小兰一堆问题 而小兴都随便乱答 小兰则非常认真的回答 结果却是小兴有资格学会软Q软Q增长 因为精灵说小兰没有柔软的心 接着精灵召唤出了一瓶饮料 只要喝下这饮料就能学会 可以让别人大脑变软Q的光束 哎啊不是练功夫吗 怎么练一练变成精灵体系 来中国学魔法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干嘛啊 那个像蜂蜜一样东西里面的中国龙脉力量 是不是啊 但是小兴觉得这饮料闻起来很难喝 不管精灵说什么都不愿意喝 没想到小兰居然一把抢过饮料 把他一口气干了 一喝完旁边突然跑出四个石像 但小兰的软Q软Q增长 轻松就把这些石像解决 得到这力量的小兰马上回到春日部 结果艾雅成的房子已经快被拆光了 小兰气到直接杀进敌方大本营 把所有挡路的人都变得软Q 一路杀到店长的房间里面 不过店长点了自己的 我事实上最棒最强的蜜血 实力疯狂暴增 骗人 这是打着功夫名号剑语魔法清小说吧 总之在大战了好一段时间后 店长的熊猫趁机爆出了小兰 就在小兰差点也被点血的时候 小兴突然出现 给熊猫随手来的揉个软棉 小兰也不放过店长愣住的机会 直接把软Q能量灌进她的身体 最后她也变成了软Q的人了 但是小兰还是觉得不够 她还要把吃了拉面的人 还有一切她认为邪恶的人都变得软Q 她甚至连广之汉梅也进化 还想要对小葵下手 不过小兴及时出手阻挡 接着两人使用斗智屁师进行对决 这画面基本上就是战斗陀螺 最后小兴败下阵来 但小兰也不痛下软Q手 直接离开了 在那之后小兰也一直在到处伸张正义 而小兴只能自己照顾小葵 后来小兴在买东西时 遇到失散已久的正男 没想到正男这时候居然正在桥下照顾师父 他和大家道歉并和解 而且他现在还能翻译师父在说什么 对于小葵的状况 他表示当初小兰教了拉面的植物 在他们每天正常的照料之下 也变回了原状 所以只要小心继续耐心照顾 小葵也会恢复原状的 他这帅气的样子也让大家小鹿乱撞 最后他们决定抢在小兰前面 让世界先变得和平和欢乐 于是他们一起走到了小兰面前 开始跳起了兔子舞 结果小兰的软Q软Q增长 居然对他们不起笑 而且不只是他们 整个春日不得人都跳起了兔子舞 总之最后连小兰也被感化 跟大家一起跳起了兔子舞 然后他恢复了正常 世界恢复了和平 这部电影就到这边结束了 真的 跳舞 认真 我到底看了三小 这大概就是我看完这电影之后 最直接的感受了 讲得更直接一点 这部大概是我觉得 蜡笔小新电影中 数一数二无聊加难看的电影了 顶多只有一些打戏难看而已 我跟你们讲 也许是我太笨 可能结局用跳舞解决事情 是在暗喻不是只有拳头能解决事情 或许我是白痴 软Q精灵大概也在比喻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真的是白痴我不知道 我是知道他有用女主角变成坏人这件事 来讲说太坏或太过正义都不好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不是会让人觉得 哇塞 发人省思啊什么的 原本是有个纯粹坏又强的敌人 只要变强打倒他就好 后期却又突然变成蜡笔小新式的 我里头展开 眉头脑是结尾 这电影两个风格都有 却两个风格只给我一半的感觉 前面搞得好像很热血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奋斗 结果后面给你一瓶果汁 直接转职成为法师 虽然不会死人就是了 再接着又给你跳舞 都不知道为什么练功夫 好像大家一起跳舞很酷 但看起来收的真的有点仓促 整体来讲 把这电影看完后 会有一种前面做的事都白费了的感觉 虽然这两个转折 好像是出其不意 给观众一个意想不到的展开 但是也等于是跟我们说 前面看了那么久的无聊的练功剧情 全都白看了 那些铺垫都不是铺垫 后半剧情跟前半剧情 两段剧情基本上关联性不大 而且就算说剧情不好看 至少可以看看功夫打架什么的 诶 最后给你来个跳舞 很棒 不过老样子的 其实如果你心态放轻松来看的话 也不会觉得这么严重啦 至少 他们跳舞的音乐还蛮好听的 好啦 那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帮我按个订阅 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啦 拜拜